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享撒旦实现全球议程的第四步策略 划分或分裂 如果你还没有观看前两部影片的 我们把链接放在下面 希望你看完这影片回头去看 从头跟着我们开始 以理解这个影响这世代的重要课题 上一集我们谈到撒旦的三个策略 那就是分散人类注意力 使人自我关注 以及分开或隔绝人与人 人与动物及人与上帝 撒旦的试探成功地实现了神与人 男人与女人 人类与动物王国的分开 撒旦几乎轻而易举地从人类手中夺走了地球的地气 撒旦现在是这世界的神 地球成为他的 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 此等不信之人 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 不叫基督荣耀福音地光照着他们 基督本是神的像 但是当敌人听到第一个婴儿出生时的哭声时 他意识到他有一个全新的问题要解决 那就是人类的后代 助长撒旦及他恶魔追随者的骄傲 情欲和以自我为中心的野心 现在也助长了人类 人类开始有了骄傲 情欲和自我为中心的野心 撒旦不仅创造了一个神来统治他的世界 他最终创造了数百 数千 数百万 很快数十亿的小神 他们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 渴望得到专为上帝而设的关注和敬拜 恶魔霸主被他的恶魔伙伴叫嚣着要上位 已经够糟糕 够烦了 在意外野心勃勃的 人类竞争者的挑战下 他如何能统治整个世界 同时还让所有的上帝的被造物都崇拜他呢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极具挑战 无与伦比的挑战 撒旦应对这种困境的第一个解决方案 是试图将人类转变为更像他的恶魔种类 创世纪六章一和两节揭示了撒旦的诡计 当人在世上多起来 又生女儿的时候 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 就随意挑选 取来为妻 由于恶魔附身男性 并与女性结合 由此产生的后代变成了巨人 这些上古英雾有名的人 也就是那些巨人 被称为拿菲利人 也就是神的儿子们 与人的女儿们的后代所生的巨人 犹太人将他们解释为堕落天使的混血孩子 巨人 与其说是身材魁梧的人 西伯来语中 他们是以暴力和谋杀著称的歹徒 这些邪恶的生物 为古代传说中的半神 提供了神话 创世纪六章四节 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 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 交合生子 那就是上古英雾有名的人 这里必须说明 也有圣经学者认为 罗亚时代遭受洪水之灾的一个原因 是上帝的子民与世界的子民通婚 也就是信徒和非信徒之间普遍通婚 第六章第一和两节 提到了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儿 意味着信与不信之间的通婚 这两种类型的人通婚 让上帝不悦 在整本圣经中 可能没有什么比信徒和非信徒通婚 更受全能的神的强烈反对了 关于与异教徒结婚 上帝通过摩西对以色列人说 在生命纪七章三至四节 不可与他们结亲 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 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 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 去使奉别神 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 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 人类的败坏很普遍 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 邪恶越来越深 神看原本创造的本为好 如今取而代之的是邪恶 不信 暴力和对婚姻神圣性的末世等败坏之事 这种偏离自然的行径是如此可恶 人类的心被败坏的如此邪恶 以至于上帝宣布 他将首先将人类的寿命限制在120岁 他说 人既属乎血气 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 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 最后上帝介入 用洪水将地球洁净 撒旦作为所谓的世界的王 无法阻止神的干预 只能沦为世界被洪水淹没的旁观者 从正义的诺亚和他的家人开始 创造被重置 人类重新开始 真正解决撒旦困境的方法 出乎意料地来自神自己 人类必须保持分裂 创世纪十一章皆是 在挪亚之后的几代人中 人类再次反抗上帝的主权 他们开始心怀敌意 企图建立自己的统治主权 挪亚的所有后裔 都聚集在世拿地 开始建造一座塔 那是人类不服从上帝命令的纪念碑 第四节揭示了人类随心所欲的意图 他们说 来吧 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 塔顶通天 为要传扬我们的名 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上帝知道 人类一个人做不到的事情 如果许多人齐心协力 一定能做到 当神许是建筑工地时 三位一体的神自我对话 创世纪十一章六节 耶和华说 看哪 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 都是一样的言语 如今既做起这事来 以后 他们所要做的事 就没有不成就的了 上帝知道分裂人类 会减缓他们的进步 所以 他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混淆他们的语言 人类经过了不断地试图通过手势 和各种方法相互交流 徒劳无功后 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和斗殴 后来那些能够理解彼此的人 开始用共同的语言 聚集在一起 分裂的民族很快 迁移到天涯海角 成为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民族 和国家的先驱 语言上的混乱和贪婪的心相结合 将带来数千年的 无休止的战争和持续的分裂 人类夺回地球地气的梦想变得破灭 成为几乎不可能的事 当一个名叫亚伯拉罕的人出现时 另一个分歧出现了 这将进一步使人类分裂 现在 让我们暂时回到伊甸园的场景 在亚当和夏娃被驱逐出天堂 并进入被诅咒的土地之前 上帝已经给了蛇 一个巨大的预言 他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 这么对蛇说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她的脚跟 人类不仅会因语言障碍和种族界限而分裂 而且选择跟随撒旦叛逆道路的人 和放弃生命 忠心跟随上帝的人之间也会分裂 对上帝不忠实的人 会与忠实的人分开 神的仇敌与神的儿女 撒旦的追随者与神的信徒对立 在旧约之下 是外邦人世界与犹太民族对立 而在新约之下 整个世界与教会对立 通过第一个弥赛亚语言 上帝也宣告了他那些忠实跟随他的信徒 他们将有一个捍卫者 他将被称为弥赛亚 基督上帝显现在世间的儿子 上帝完全圣洁的化身 耶稣基督以无私的行为 打破了撒旦对地球契约所有权的脆弱控制 耶稣被定时自驾 被埋葬 从坟墓中复活 得胜 成为纳佩的颂赞的羔羊 征服死亡的胜利 授予了耶稣对地球的统治权 启示录五章五节 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 不要哭 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 大卫的根 太以得胜 能以展开那书卷 揭开那七印 启示录五章九节 他们唱新歌 说你配拿书卷 配揭开七印 因为你曾被杀 用自己的血从各族 各方 各民 各国中买了人来 叫他们归于神 而且基督中心的孩子们 在他们将自己的生命 交给耶稣的时候 也早已放弃了 他们对世界的主权 有一天 他们将在耶稣基督再来时 被授予地球的继承权 以再次驱逐撒旦 这次是把撒旦打入无底坑 并建立他的千年国度 不过这一切 已经是太超前了 这里是装备生命 我们将在下一支影片 谈到撒旦的第五部策略 全球化